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 小朋友们你们想学汉语吗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套汉语故事书 就是这一套 48本小小阅读书 这一套书呢一共有48本故事 一共分为8个级别 每个级别呢有6本故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本书上的颜色是浅绿色的 不同的级别呢由不同的颜色来代表 这个级别呢是第一个级别 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故事书 小朋友们和家长呢都反映 他们觉得那些故事书都太难了 学不会 但是我们这一套48本小小阅读书 情节都非常的简单 非常适宜小朋友学习汉语 每一本书大概只有七八页的内容 而且情节都非常的有趣 那么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你好 我们分开书 看到了Kitty Teddy Pocky 还有Nikki四个好伙伴 在和大家打招呼 他们在说你好 哎 Teddy出来了 他最喜欢的食物是蜂蜜 他在和大家说你好 这时候Kitty也出来了 他带着他可爱的羊娃娃 在和大家打招呼 他在说你好 Pocky 在和Nikki打招呼 他也在说你好 四个好伙伴凑在了一起 那我们来照张相吧 Cheese 这本书是第一级别的故事 它的情节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简单 而且语言重复率很高 非常适合孩子 很快地学会这个日常口语 你好 下面我们再看另一本书 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一二三 这是第二级别的故事 打开书 我们看到Teddy在河边钓鱼 他在说一二三 哇 一条鱼 Pocky看到了 他也想过来钓鱼 他在说一二三 哇 Pocky也钓到了一条鱼 Kitty也想钓钓试试 Kitty坐到河边 一二三 哇 一条鱼 Nikki跑过来 他也想钓一条鱼 他说 一二三 哈哈哈哈 是一只鞋 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情节非常的幽默 孩子在这些幽默的故事情节中 在哈哈一笑声就可以简单轻松地学会汉语 如果有小朋友家里没有老师或者家长辅导你学汉语 那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有Teddy 点读笔 让他来帮助你 让我们来试一试 打开点读笔 点击书右下角的选书标 我们就可以学习这本书了 你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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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五岁了 你几岁 我三岁了 Teddy 你几岁 一二三四 我四岁了 这样使用Teddy点读笔 孩子们就可以在家里轻松地自己学习汉语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48本小小阅读书 故事书情节非常简单 而且实用性很强 能够让孩子们轻松地学会日常的汉语口语 那让我们看看48本小小阅读书里面都有哪些故事书呢 这是第一集的 你好 汪汪叫 我的五官 我的家 早上好 我要喝 让我们看一下第三集的里面都有哪些故事呢 你几岁 我喜欢 我的玩具 我的食物 你想要什么 那么在第六集中呢 有哪些故事 让我们来看一看 好朋友 我想 熊猫的心愿 我能飞 你能看到什么 48本故事中 级别越高 在故事中设置的动词就会越多 句式也会更丰富 那么小朋友们通过一个级别一个级别循序渐进的学习 就会非常轻松地掌握汉语口语 学好汉语 我们48本小小阅读书 这八个级别非常适合全世界范围内儿童汉语等级考试 YCT也就是Young Children's Test 那么我们小小阅读书的一二集对应的是YCT一级 三四级对应的是二级 五六级对应的是三级 还有七八级对应的是四级 那么孩子们在学完我们48本故事书以后 就可以轻松地去考试了 最后希望全世界的小朋友们 都用我们48本小小阅读书故事书 轻松学会汉语 学好汉语